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个单元部分 各位同学学习完了以后 发现它还是三角函数的内容 可是跟前面是不一样的 这一部分来说的话 补足上面我们所需要的三角函数的知识 那么学习完了这个部分了以后 各位同学可以勇敢的去接受 三角函数的微分这个单元了